各位玩具人大家好 現在時間早上6點16分 這麼早我們在北車 就是因為我們等一下準備南下 今天就是要去高雄拍一個展覽 我是不跟男生來看海的喔 真的是你賺到 大家好我們現在終於來到這個高雄博厄特區 蓬萊區B6倉庫 這邊就是我們的這個 TAMASHIN POP PLUS POP限定快台展示 in高雄一進來這個展區呢 就可以看到左邊都是我們的這個 JUMP主角展示牆 那各位玩具人來了 然後呢就可以在這邊跟我們 每一個主角拍照一下 第一區就是我們這個 火影人的疾風傳的部分 之前都是已經展示過 與之波天才人者 跟著我們漩渦名人 我們也只有在影片上有介紹到 他們的特色可動 然後呢有附特效配件 那後面那些人都是之前已經出過 你看千毫買的三隻的 白眼的名人跟卡卡西在看那個 清樂天堂 然後是放那個翻白眼的樣子 非常有趣 旁邊這個呢就是FIGURAR ZERO的 半的系列 那這次新的呢 就是我們這個FIGURAR ZERO 漩渦伯仁 每次講到伯仁傳 在網路上的話 大家都是打妹打妹的 但是呢我覺得來線展開 長大後變成爸爸的名人 臉上多了一點成熟感 那可以看到它後面 九尾的特效配件 我覺得它用透明件的方式去呈現 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這個光打下來 就可以看到毛皮的質感 那旁邊這個伯仁呢 伯仁的地台呢 也是用一個螺旋丸的樣子 衣服上面的一些陰影的漸層塗裝 我覺得也做得非常好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伯仁 它的婦仁呢 是有沒有 判人的婦仁 可以推測應該是 這個佐助給他的 因為佐助是他師父嘛 然後他的衣服呢 是名人小時候穿的衣服 所以也是有點破破爛爛的 其實就是剛才有跟我說 他是為了要體驗一下 辛苦 因為他是富二代啊 體驗生活 穿一些破破爛爛的衣服 旁邊呢 這個也是我們FIGURAR ZERO 之前都已經展示過 就是 半的系列 旁邊這個呢 也是我們的FIGURAR ZERO 住間啊 班啊 然後還有這個三個 疾風鑽的部分 這邊有個問卷 填寫活動問卷呢 這個問卷呢 裡面會寫 你對 火影忍者的這個角色有什麼看法啊 希望之後可以推出什麼角色啊 跟玩具人都可以來這邊填寫問卷 我覺得有參與感 來到這一區 是我們的 航海王 FIGURAR ZERO 超級戰的雙龍圖 它整個身上的紋理 非常非常細節 這邊還有一個魯夫 來跟我們這個海盜做對比 那這邊呢 後面是我們的這個超合金的千陽號 索隆跟魯夫 之前也跟玩具人介紹過 這次可以看到新的展示品呢 就是在台中還有高雄都展出的 香吉士的試作品 可以看到香吉士就是穿的這種 酒紅色的這個積裝 然後腳是這個惡魔封角特效配件 非常非常的帥 旁邊這個呢 魯夫夜火手槍 蠻值得收藏 它就是把整個特效配件 做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然後呢 中間手的這個打擊感 那上面的魯夫呢 也是表現出非常真寧的樣子 用特效配件去支撐 整個魯夫的這個動態感 每看一次驚艷一次 旁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B-Ride Leroy超級戰的 四檔魯夫 擺帥到呢 也是已經出了一陣子 旁邊那個呢 BIG MUM 打擊團 就是由我們的螺 跟我們這個 基德 斗臂做得很細節之外 動態感也很好 那螺的部分呢 就是無次的樣子 BIG MUM 就是它的這個超大的特效配件 那時候推出的時候呢 也非常吸引人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肌肉魔法師 馬修 開門直接把門弄爛 台灣首次展示的就是 我們這個SHF的 馬修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配件 就是它的啞鈴啊 然後還有它 非常愛的泡芙 也是因為吃泡芙 才被人家發現 它沒有魔法身份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是 其實馬修它的身材 是滿倒三角形的 可是因為它穿這個衣服 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有點看不太出來 旁邊這個呢 就是紫繩千年血淡天的 阿善錦鏈刺 跟我們的 Kurosaki Ichigu 天所展閱 旁邊這個就是我們 七龍珠超 Super Hero 這個小方 算是換了一個姿勢啊 我覺得也不錯 蠻可愛的 我們的物販 它也是這個 魔怪光沙砲的這個特效配件 跟它整個頭髮 那個頭髮有點長 有點誇張啊 許瑟比克 這兩個呢 就是已經是正式發售的商品 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這個鬼滅之刃 重點當然就是我們的 Figura Leroy的 煉柱的四座筆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它整個 煉柱這個蜜大腿 都把它做出來 它的地台的特效配件 雖然是有點爆炸的效果 不過呢 它是做成愛心的形狀 最經典的當然就是 它這個開筋的 這個衣服中間的那個 哪個 阿蘿多姿的身材 它都把它還原出來 那煉柱的頭髮的動態感 我覺得做得不錯 我原本想說 如果這個動作是把刀抽出來的 那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會 更漂亮一點 那後面呢 這個Stove伊朗呢 是立牌展示 可是可以看到它 這個造型 應該是已經 想起過去時候的樣子 因為它的臉筋 變得蠻有自信的 有一些靈魂在 它身上的那些 霧的那個特效配件 包在它身上 雖然是立牌 可是你看起來也會覺得 非常非常期待 這邊呢 就是我們 鬼滅之刃的 Figura Mini的一個大集合 那這次的 不死川懸迷呢 之前展出的四座品 這次也是正式商品 完全可以來這邊 好好看影片 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地獄樂 台灣首次展示 就是我們的畫眉丸的 SHF佳蘭的 佳蘭的畫眉丸 佳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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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首飾呢 感覺很像是用那個 人法 火法師的那種感覺 很帥啊我覺得 我覺得地獄樂這部作品 我覺得裡面的畫眉丸 算是 刻畫得還不錯 那這邊呢 就是咒術迴戰的部分 下面是 SHF的 咒術高專一年級的學生 上面那個 寶貝莉塔 遺骨的刀就是我們 跟各位玩卷介紹的 好不好 會震動啊 三段震動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 咒術迴戰0的 SH股份 就是有五條老師啊 還有拿著 浮雲的下游結 跟我們的這個 遺骨猶太 我們的 間諜家家酒 那才會跟各位玩卷介紹到 安妮亞穿著 伊甸玄圓制服的 SHF 那後面就是我們 約而跟佛介 這次新展示的 試作品呢 算是安妮亞的 閨蜜吧 貝奇跟達米安大人 達米安就把他的 這個 甩甩的臉部表情還原出來 那這個就是 新的試作品 Vigua Mini的部分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 鏈具人 五四刀的SHF 可以看到 這個燈打下去 他的這個 五四刀的材質 跟我們鏈具人的 鏈具的那個 塗裝是一樣 都是用有點珠光的效果 整個造型也非常非常的帥奇 武器上面呢 也有一些血件的效果 那最近剛推出的呢 就是後面那個 SHF的帕� 想不到帕� 做成SHF 除了身材好之外 看起來是 體積是蠻嬌小的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然後配到他 拿那個很大的 血的鐵錘 再來看到我們這個 鏈具人的這個 Vigua Leroy 那可以看到他的 特效配件呢 是用一些血啊 組織啊 跟一些 惡魔的一些 腸子還什麼 內臟部分 去組合成 頭上的鏈具呢 也有一些 特效配件的一些組織液這樣 這樣看起來SHF 大瓦 想不到帕瓦做成SHF 想不到帕瓦做成SHF 除了身材好之外 看起來是 體積是蠻嬌小的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 然後配到他 拿那個很大的 鞋的鐵錘 再來看到我們這個 鏈具人的這個 Vigua Leroy 那可以看到他的特效配件 那可以看到他的特效配件 是用一些 血啊 組織啊 跟一些 跟一些 腸子還什麼 內臟部分 去組合成 頭上的鏈具呢 也有一些 特效配件的一些 組織液這樣 這樣看起來SHF 跟我們這個 Vigua Leroy來講 我覺得Vigua Leroy的體態 做得更不錯一點 整個壯碩感有做出來 大絲 這邊就是我們的蘿蔔盒Anime 這是新展示我們的拉扣 那可以看到拉扣整體的造型就是 這個橘色配到一點黃色的點綴 整體的造型非常的帥氣 而且它在後面有一些噴射的特效配件 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那旁邊真的就是有參考展出這個 巨型攻擊裝備的特效零件 以及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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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件 這邊呢就是我們這個水星的魔女 也是展出了我們的蓮布蘭莫秋莉的BRMini 然後SHM的莫秋莉 超級風靈鋼彈 就是很辣的風靈鋼彈 那這邊這個ROMO魂ANIME的這個風靈鋼彈呢 就比較不一樣嘛 它後面有這個支架可以安裝那個紙機在上面 後面這個解體降機啊大家都很熟悉 RX93 NEW鋼彈 不用想就是已經那樣了嘛對不對 已經是蠻久一陣子的商品了 後面這個SASA筆 台灣首次展示出了這個SASA筆專用選配零件 可以看到它在武裝上面呢跟手上的這個武裝呢 都是有點不一樣的樣子 這個呢就是我們之前在台中台北都沒有看到過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我覺得算是蠻重頭戲的 無敵鐵金剛50週年 可以看到它胸前的這些盔甲是可以拆掉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這個內部機構 介紹這麼多次無敵鐵金剛 從來沒有看過它內部的機構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繽紛 因為它裡面呢就是一些關節部分啊 還有一些大腿的一些內側零件 都有用一些金屬塗裝啊霧面的材質去做呈現 那它這邊呢還有附上一個這個簡易的格納褲 那我們金剛飛翼呢也在這邊 旁邊這個小小就是它算是一個控制器 那這個控制器呢裡面就是有收錄一些台詞啊音效啊 跟那個BGM 那它整體的這個造型呢其實是更還原TV動畫中的這個造型 這邊這個呢 MetaBuild Dragon Scale 是推出了龍神丸35週年 整體的這個金屬塗裝呢 我覺得在上半部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它的肩膀啊它的頭盔啊 都有散發出那種冰冰的感覺 整體的比例看起來非常非常大 那旁邊這個呢就算是我小時候的玩具啦 GX72大獸神 GX78 我小時候玩的時候印象特別深刻 那時候的那個銀色啊 還沒有像這種金屬塗裝做得這麼好 它那時候的銀色是有點那種 早期玩具的那種銀色 感覺會剝落會剝落的那種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這次 再次販售的這個製作品 可以看到它組裝起來的樣子 非常非常的帥氣 那前面的這些動物呢也非常還原小時候 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 尤其是這個霸王 整個造型非常的帥 當你看到以前推出過的那一玩具 再看到現在這個玩具就知道了 在塗裝上面呢其實因為技術的進步 我覺得它的塗裝真的是跟以前差的非常非常多 整個彩度都提高了很多 這三個呢我覺得算蠻重要的一個重點商品之一啦 這邊這個TAMA SHIN PAPA SPA IN高雄呢 也有跟之前台北還有台中一樣都有這個 試玩的這個活動 之前你可以試玩魯斯嘛 那台中開始呢就是有相集試 那這次呢就是我們這次的這個限定品 透明的薩克可以讓你盡情的去就是打完這樣 上它的配件啊 還有它的一些武裝這樣很換手 那這邊這個試玩區呢 這邊也有這個活動問卷可以填寫 這幾年一直有這個問卷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就是可以讓東西越來越好 就是有參與感啦好不好 就是有參與感啦不要講不多 我們看到這個是我們超人力霸王的系列 這邊呢就是超人力霸王布雷薩 可以看到它整個銀色的塗裝呢 那配上它整個側邊 是用了一點藍色跟紅色的這個花紋去做一個點綴 那頭上這邊的這個特效零件呢 我覺得整體的樣子也看起來非常的帥氣 一屆戰隊 那時候也是一樣 它就是把所有紅色的戰隊的角色全部擺放出來 那這次現在豪快虎呢 我們已經推出了嘛 那這次新展示的製作品呢 就是秋行蟲王者 臉部的那個面具呢 也是還原秋行蟲的那個樣子 手上的武裝在刀身的部分上面 也有一些刻痕去做還原 旁邊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這個新假面騎士 這邊跟各位玩具人介紹的 假面騎士2號跟我們假面騎士 還有我們後面那個旋風號 那這邊呢假面騎士Nago 這個節拍型態 可以看到它樣子非常非常帥氣 拿一個吉他這樣 紅色跟水藍色的塗裝去做呈現 身上呢也有那個音波的感覺 那這次新推出的製作品呢 就是我們假面騎士Gids 那可以看到它手上的這個武裝呢 上面是用排氣管燒紅的那種 彩虹電鍍的樣子 這次新推出的製作品 也有的 這次新推出的製作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那这边这个超时空快要赛 后面那个BEF25F呢 就是跟各位玩具的介绍库 附上那个超级背包 那下面这个试作品呢 一样它也是有附上我们这个超级背包 旁边这个呢就是 暗野宇宙 正宗歌集啊 初号机 新超能力霸王 跟我们的新假面骑士 那这边呢 吴迪铁金刚的隔禁 之前跟各位玩具的介绍库 非常非常的还原 我呢不用替换配件 就可以射出我们的金刚飞群 那后面就是 卡拉达KG跟RRM2 那这次展出的试作品呢 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玩具的介绍 GX08 木兰号跟GX09 米尼尔YX 是它都把配件附上去了 那时候千豪嘲笑的说 嗯嗯嗯 那个吴迪铁金刚拿着 那个木兰号的飞弹 超大颗飞上去 就这两颗啦 或嘲笑吗 就这两颗 你说超好笑啊 那我最期待 当然这就是这支 GX10R的阿强一套 那是已经很久以前产品了 那它这次算是新推出 我觉得各位玩具人 如果你之前错过的话 这次千万不要错过 旁边呢这个就是我们 超合金 若伊德 那之前呢我们是在那个 台北地下街的时候 有跟各位玩具人介绍到 可以看到它身上的一些 金属的造型 然后还有它指甲 还有它一些涂装 还有它搭载装之后的样子 旁边这个呢就是 超合金魂的 我们的机械歌集啊 GX103 三世基隆 它这次特别展出了 我们这次的尖修 西川深思 千名画版 那还有这个展示的配件 都把它展出来了 这边呢就是我们 已经发售了 GX104 魔王战牙 那它这次一次展出 两个形态 一个是这个 机械的形态 一个就是这个 飞船的形态 而且它上面的一些金属塗装 它整个上面 机械的这个涡轮的样子 都非常非常的还原 旁边这个呢 骑士人啊 假命骑士是V3 这是新的 就是假命骑士V2 的这个饰作品 各位玩具人可以来现场看 后面那个 假命骑士空我 昇华 青龙形态 可以看到它整个 表面的样子 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光滑 身上的蓝色塗装 配上金色的顶缀 也非常非常的帅气 这边应该都是皮皮的部分 那这边这次展出的 这个饰作品呢 就是我们这个 假命骑士赛特朗型号的 这个样子 整个红色的塗装 非常非常的漂亮 身上一些配件 都把它还原出来 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我们 薩拜英的饰作品 我觉得也算是 这次的重点商品 整体的造型呢 是才能够 比较现代高挑的样子 最特别的当然就是 它还原了它那个 机械的生物感 翅膀的部分 那个用一些透明件 还原主角仙 飞起来的时候 那个翅膀透明的样子 机械上面的还原 做得非常好 你都可以从盔甲裂缝 看到一些 就是透明件 微微露出来的感觉 这个造型真的是 让我蛮惊艳的 真的算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作品 旁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 薩克的饰作品 它就是一个薩克小队 它后面就是有 塔格中式机 还有薩克炮手用 跟我们的 薩克测锯手用 这三支 就这样展示出来 给各位玩家 看 再来最后这个呢 G&ARMS TOP1 可以看到 上面的细节 非常非常的夸张 光看到这个细节 跟这些机械结构 你就可以大概可以感觉出来 在打完的时候 会有多么的复杂 这个之前在台北的时候 还有在台中的时候 也有展出来给大家看 后面呢 也一样也是有 我们的这个贩售区 去挑选自己 心仪的产品 因为我觉得 这边都会有一些 价格上的优惠 这边也有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PP 跟魂商的活动 那只要扫这个QR Code 加入我们PP LINE的官方帐号呢 就可以 抽奖啦 本来就是抽奖啦 A賞是有这个 导演艺 B賞是有我们的行动店员 然后这个是免运券 这是我们的贴子 我觉得免运券 我非常的需要 第一次注册的时候 送免运 你后面要买就没有送了嘛 对不对 我就很需要免运券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PP 的这个活动 大家记得加LINE啊 那这次呢 一样有送我们这个 TAMASHIN的这个展示盒 那我们有黑色的嘛 透明的嘛 然后这是有红色的 按赞追踪官方粉专页 那分享活动会有照片 指个人社群 HTAMASHIN TW 跟 博厄蓬莱仓库群 就可以得到 压克力的展示架 算是比较划算 因为台中跟台北 都要双会场 高雄只要单会场 活动问卷啦 参加完这个活动 就可以填问卷 那一样也是 填完会送我们TAMASHIN的贴子 嘿 今天就是带玩 各位玩具人 逛玩这个TAMASHIN PAPA SPOT in高雄的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会在今天的7月15号 一直到7月23号 每天早上的11点 到晚上的7点 那最晚入场时间呢 是我们的6点半 地点就在我们高雄博厄特区 宏莱区B6仓库 那希望玩具人呢 都可以看得开心啊 这几年开始都 北中南都有 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的频道 想让它开起来 追踪我们的IG上面 有更多幕后花絮 那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分享出去 给更多玩具人看 那玩具玩具 下周再见 掰掰 去高雄 要去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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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高雄太阳太阳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不闷了 我是一个很会流汗的人 太好我今天 甘爽 酷